我去 再漏两天 这不就能养鱼了吗 编撰一下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德国小米 这是前段时间工地装的一批马桶 反应说这个马桶一直漏水 但是找不到原因 今天特意过来看一下 这卫生间的防水可见做的不错 不然这水早就漏到楼下去了 处理之前呢 我得先把这水清理干净 不然下不去脚呀 这托步还是太慢了 找个磨气 这样来快点 刚才我也检查了马桶周围 打胶的地方都没有漏水的痕迹 先把这个马桶盖子掀开 检查马桶内部是什么情况 看水位高度也正常 不是说溢出来的水 但是松手摸的这个线 从这个位置有水流出来 特意要注重看一下这个位置 仔细也观察了其他地方就没有漏水的地方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水就是从这里渗漏出去的 先把这个线拆掉 从这个孔抽出去 然后我们仔细地再观察一下 像这种漏水都是磁体上有火烈 然后微盛 可能促厂自解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 关掉缴阀 我们先把水箱里的水全部排空 然后找一找这个火烈的位置 趁着着火烈也把马桶底部做个清理 这些泥沙全给它搞出来 重点查找的位置就是穿线管的这个地方 旁边有一个上水器 所以把上水器也拆掉 这样我们能观察的更加仔细 干这种活有个放大劲 那就太好了 仔细观察 穿线管的周围呢 没有一个裂过的痕迹 用手摸上去也没有滑手的感觉 可见漏点根本不在穿线管周围 所以我们从其他地方找 在这个鸡脚嘎啦 我似乎发现了什么 里面这个位置呢 刚才也没有清洗干净 现在重新给它清洗一下 因为下面有泥沙 看不太清楚 但是基本确定了 问题就在这里 仔细的来看一下 近距离 看 没有放大劲 还真看不清楚 一个列 不光是一条 往下面看 这个地方还有一条 这是两个重点的处理位置 从酒店里面找了一个吹风机 先把这个地方呢 给它烘干一下 从包里面找了个五斤挂件的酒 先拿这个堵吧 试试 使劲往里怼 像这种小裂丸呢 我们把胶给它吃满了 也是能解决漏水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压力嘛 当然如果有素缸泥的话 那效果最好的 目前这两个位置已经堵上了 现在我们把水管呢 给它接回去 先放水试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漏的痕迹 上水 开水 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 厂家批量生产 难免会有一个两个 解查失误漏掉了 把里面的水擦一下 看看它一会儿还涩不涩 如果不涩 它就是那两个列 把那两个列处理了就行了 水箱上水也有一会儿了 现在摸这个地方呢 是干干的 没有漏水的痕迹了 说明问题呢 就是这里已经解决了 大家有没有和我同样的疑惑 这种水箱难道是中空的吗 为啥在里边有泥 然后在这个位置会漏水 也许这个问题真正只有在马桶生产线待过的师傅 了解吧 搞定一个 二百 下班喽 撤